Ricky Ricky 你把米倒入梁桶裡 做什麼? 做示意問? 不是,我只是想用來帶出一條問題 來問問小朋友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來的? 講來聽聽吧 好啊 你看看,這個梁桶上面的黑度1是用來表示我家每次煮飯用米的份量 你看看這裡 這些米是用米份量的十分之七 而這些米是用米份量的五分之一 如果我把這兩個梁桶的米倒在一起 然後再把這個梁桶的米倒在第三個梁桶裡 倒入玉米份量的四分之三 好啊 那現在這裡就剩下很少米了 那究竟這裡剩下多少米呢? 啊,我知道這個是什麼問題來的了 最初,這裡是有十分之七個梁桶那麼多米的 然後倒入五分之一的梁桶那麼多米 那就是十分之七,加到五分之一了 然後,倒些米到第三個梁桶裡 倒走四分之三個梁桶那麼多 那就是減去四分之三了 所以,要知道剩下多少米 計十分之七,加五分之一,減四分之三就可以了 這條是分數加減問題 不過,那些分母不同 這些是二分母分數來的 二分母分數加減,那些小朋友會不會計價 既然問得那些小朋友 那他們當然是懂得回答 其實,只要將一些分母配帶 那麼,二分母分數就可以變成同分母分數的了 例如,第一個分母十,將它配帶 就有二十,三十,四十等等 第二個分母五,將它配帶 就有十,十五,二十等等 第三個分母四,將它配帶 就有八,十二,十六,二十等等 其中二十,就是一個相同的倍數 它是十,五,和四的公倍數來的 所以,將這三個分數匡分 使到三個分母都配帶到二十 那些分數就變成同分母分數了 接著,就計同分母分數加減 二十分之十四,加二十分之四,減二十分之十五 等於二十分之十四,加四,減十五 等於二十分之三 只剩下三十分之三 只剩下三十分之三 所以,就剩下這麼少米了 奇邪叔叔 我們來還薪桶給你 你放在那邊,好 哇,很香啊,你在做什麼? 鴿嘴餅 我可否拿點酒? 好,隨便 但是,我想要三件 它… 哦,你隨便把底餅拆開 拿三件就行了 等一會 這裡就是分數減數 你可以拿來教小朋友 分數減數? 在哪? 這裡有一底餅 另外還有一件 即是有一有五分之一底餅 你要拿三件餅 即是要減五分之三底餅 但是這裡只剩下一件 沒有三件那麼多給你 換句話說 就是五分之一 夠減五分之三 怎麼辦呢? 然後把底餅拆開 分成五件 即是相當於退日 變成五分之五底餅 再加上這一件 就有五分之六底餅了 五分之六大於五分之三 現在就夠減了 嘩,果然是有份數減數 這樣也讓你想到 厲害 我要先收拾好些東西 待會要教魔術 那些小朋友就快來了 齊翠叔叔 你會變魔術嗎? 不如你表演一下給我們看 好啊,過去那邊 齊翠叔叔你有很多魔術道具 是呀,你會變什麼魔術 幫你看 你看 你看 你的手也沒什麼 看看 嘩 嘩,好美啊 嘩 好厲害啊 齊翠叔叔 你的魔術學了多久? 學了多久? 要想想才可以 原本我要學兩年半的 但是學學有事就停學 我記得還差一年零七個月才學完 一年有十二個月 七個月就是十二分之七年 即是學少了一又十二分之七年 好在 後來我學回 學了一年零一季 一年有四季 一季就是四分之一年 即是繼續學了一又四分之一年 我知道了 即是將二又二分之一 減去一又十二分之七 再加一又四分之一 那就知道你學了多少年了 讓我計算一下 這些是二份母份數 首先要找出二、十二和四 這三個份母的公倍數 公倍數應該是十二 因為十二是二的六倍 是十二的一倍 又是四的三倍 接著將分數曠分 令到三個份母都是十二 現在三個份數 就變成同份母分數了 不過十二分之六 不夠減十二分之七 那就由二退一 變成十二分之十二 再加到十二分之六 得到十二分之十八 現在就夠減十二分之七了 將這題數分成整數部分 和分數部分來做 整數部分計到是一 分數部分就是十二分之十八 減七加三 等於 十二分之十四 即是一由十二分之二 亦即是一由六分之一 所以 結果是二由六分之一 原來你一個學了二六分之一年的魔術 讓我先記住它 不用下次又慢慢計 其實剛才的數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去做 不用慢慢計 寸可選擇 本來是 公明數是先計減後計恢 寸四分之所以 是 对他 measures 可以視乎 你經充分她們 最好 begun 現在就夠減了 這樣就很容易計到 結果又是二由六分之一 對呀,真的簡單很多 奇翠叔叔,我們也是時候要走了 拜拜 拜拜 記住拿格仔餅 對呀,多謝 不用多謝 謝謝,拜拜 拜拜 阿嬌先生,你有沒有收到我的電郵 奇翠叔叔,當然收到了 你說想知道做文字題的時候 怎樣才能分得出 什麼時候計加、什麼時候計減 讓加、減數不會搞錯 對呀,有個小朋友問我 我一時就回答不了,所以就找你幫忙 要分得出什麼時候計加、什麼時候計減 其實不是那麼困難 說明是文字題 首先就要留意題目的文字 黃先生重 六十二有三分一公斤 陳伯伯比黃先生重 一有四分一公斤 陳伯伯比黃先生重 這幾個字要留意 你知不知道他們提示了什麼 對呀 陳伯伯比黃先生重 重點 即是提示要計加數 沒錯啦 黃先生重 六十二有三分一公斤 陳伯伯比黃先生重 一有四分一公斤 好 重點就計加數 這個就是陳伯伯的重量 然後 陳太太比陳伯伯輕 五有二分一公斤 陳太太的體重究竟是多少公斤呢 陳太太比陳伯伯輕 這幾個字又提示了什麼呢 陳太太比陳伯伯輕 輕一點 即是提示我們要計減數 沒錯啦 這邊就是陳伯伯 這邊就是陳伯伯 這邊就是陳太太 這個是陳伯伯的重量 陳太太比陳伯伯輕 五有二分一公斤 輕一點 即是計減啦 所以 將黃先生的重量 再加上一有四分之一公斤 然後 減去五有二分之一公斤 就是陳太太的重量啦 講開又是這樣 其實有不少字眼 是會提示我們計加或者計減的 譬如 用去 取走 減少 相差 這些字眼就是提示要計減 補充 加入 增多 合計 這些字眼就是提示要計加 只要留意這些字眼 我們就可以分得出計加或者計減了 通常可以這樣說的 不夠的情形我們就需要留意了 我們來看看第二題 好 小明比弟弟重四有四分之一公斤 比妹妹重一有五分之三公斤 弟弟重量是三十公斤 那妹妹重多少公斤呢 我想到 好 這次就等我放紙牌啦 好啊 好 小明這邊 弟弟這邊 弟弟這邊 弟弟重三十公斤 而呢 小明比弟弟重四有四分之一公斤 計加數 對不對 對 正確啦 然後呢 小明比妹妹重一有五分之三公斤 那妹妹的重量是多少 小明的重量呢 就是這樣的 小明比妹妹重 重點 計加數 對不對 沒理由 如果計加數 妹妹的數量就會比較大 小明又怎會比妹妹重呢 對呀 但這條題目明明說小明比妹妹重 為什麼不是計加數呢 奇怪了 其實要比較小明和妹妹的重量 是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的 如果由小明的角度去看 她是重過妹妹一有五分之三公斤 如果由妹妹的角度去看呢 她是輕過哥哥一有五分之三公斤的 現在我們要找妹妹的重量嘛 就應該由妹妹的角度去看 即是說 妹妹比小明輕一有五分之三公斤了 既然有比小明輕這樣的字眼 所以 要計減 不是計加 原來是這樣 那我可以告訴小明了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